第五千二百一十二集 天地拳 朱元也不废话 右手复古几近碎裂 恐怖的一道拳芒 与天渊激荡而起的星象之力 混合相烙印 天渊内翻滚起恐怖的毁灭热浪 一道道神则不朽 在触碰的一瞬间 已经将天渊撕裂了一道缺口 宛若流星神红一般 无耻摧枯拉朽 覆灭苍生 挡不住 快退 朱元 夜沉空间一直闪身 掠至朱元眼前 一把拉起天渊之中的少年 向着身后退去 抵袭之后 落家至孙的车碾处 又是一掌拍出 其力毁岸无匹 掌尖光芒穿透星雨 毁万发 闭众生 混沌乾坤被打爆 封印一切 苍穹被掀翻 满目疮痍 阵阵神豪响彻 那是天道之灵在哭泣 整座大地 像是被颠覆了天地 昏暗无光 蔑视的气息笼罩 一界被重开混沌 至尊的气息无皮 青牛拉着车碾 自天外而来 落家至孙一手画作枷锁 困锁苍穹 九天之上 一道道散发恐怖毁灭气息的铁链 将碎裂的虚空缝补困锁 此界 当灭 浩瀚的声音传递开来 要灭界 涌震诸天 不放走一人 至尊的囚禁封印苍穹 连擅长空间之力的修者 都无法踏空而去 只能等死 这一瞬间 天渊被一掌捏碎 时光静止 谢臣 天雪新见到九天之上 砸落的二人身影 焦急地呼喊道 小师弟 灵级无极健壮 也是赶忙催动阵法 太神山隐匿的气息下 一股柔和的力量 将二人接引 拉扯向了大地 而后消失了踪迹 整座大地陷入了一片沉寂 诸位 天渊已破 入此界 围困太神山 而后 涂太神山 终归是青牛的铁蹄 打破了凝固的时光 它代表主人高呼 蹄下金色的响云闪烁 几夕之前 便已经立身于太神山附近 嗯 没有气息 望着一马平川的贫瘠 大战之后的窗衣仍在 但却不见众人分毫气息 就在此地 以阵法藏匿的行踪 牛鼻子轻轻地嗅了嗅 瞧见了此间端倪 车年内一道声音传出 踏碎太神山 五个字轻描淡写地吐露而出 画外音连空间都是隐隐扭曲 无数双眸子紧紧地盯着太神山脉 闻言杀鸡骤起 一股鲜血自胸腔内喷涌而出 转型的夜晨就欲起身 却是发现周身都动弹不得 他如今已是伤上加伤 对方的境界和自己的差距有点大 天雪新见到这番惨壮的夜晨 眼眸之中寒光闪烁 朱渊呢 灵极与无极脸色难看至极 夜晨歪过头 看到不远处的青山少年朱渊 此刻他比自己好不到哪里去 临近天渊的他遭受的冲击更甚 好在有三道乾坤青气护身 虽然此刻失去了意识 但好在保下了小命 太神前辈 身侧的太神被龙魂精纯之力包裹 化作一团光球 不知何时能够醒来 眼下最后一道屏障 只剩下了师尊布下的阵法 能抵挡无量强者的权力一击 如今太神山已经隐匿了气息 希望可以为师尊苏醒争取时间 灵极无极便分神操控阵法 便开口道 夜晨确实摇了摇头 天道意志护右 大到规则加持的天渊 都是为那人一掌推碎 这阵法坚持不了多久 他没有接着说下去 按照最理想的估计 这所谓的护山大阵 恐怕连那老牛的铁蹄都扛不下 出来受死 洛家至尊亲临 太神山将泯灭 青牛的吼声 穿过阵法 传到众人耳中 灵极与无极一惊 被发现了 夜晨亮将起身 开口道 我去迎战 灵极与无极 挡在夜晨的身前 天雪新按住了夜晨的肩膀 护宗大阵尚可抵御一段时间 你恢复伤势 我等前去一站 天雪新双滑剑在手 随灵极与无极而去 夜晨想追去 挣扎几步 却是再次栽倒在地 大道规则的吞噬燃烧 对身体的损害太大了 他需要时间 三个蝼蚁出来送死了 青牛搏梗一歪 银灵一响一响 领得天雪新三人 神魂遗产 夜晨他们 竟是与这栋枪折在熬战 不亲临战场 永远体会不到 那窒息的感觉 双滑剑未战 却已经失了神采 青牛不屑地冷哼 厉吼一声冻碎天地 灵极与无极二人 身行倒飞而出 蹊跷流血 神魂受创 他们在这一带 接近顶尖战力的存在 却连一头坐骑的吼声 都无法抵御 小女娃还有 亮枪战力之力 青牛诧异地望着天雪新道 看来夏季的生灵 也不全是废物 铁蹄轻轻抬起 金色祥云扑驻而下 青牛隔空 登街扶摇而上 望着太神山笼罩着的 淡淡能量光照 吃之以鼻道 拙劣的阵法 九天之上 铁蹄狠狠踩下 所谓能抵挡 无量强者 全力一击的阵法 应声而碎 北枝青牛的铁蹄 生生踩碎 丝毫不惧怜 丝毫不惧怜悯之情的老牛铁蹄 朝着天雪新踩踏而去 此时的家人 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这一击弱重 或会成为一滩血泥 封剑 千鸟雷到 叶辰顾不上其他 直接动用了沉吸之风 沉吸之风瞬间浓缩汇聚 化作了一把清幽幽的封剑 紧接着 叶辰一剑斩出 施展太上三十六道里的 千鸟道法 顿时就见汹涌的雷霆之力 化作千鸟奔流 混合着灵力的剑刃风暴 滚滚向着对方斩杀而去 大地瞬间开裂 凿出一道深不见底的口子 铁蹄陷入了深渊之中 小子 你还活着 青牛见到叶辰的瞬间震怒 方才这家伙 可是斩去了自己的一只铁蹄 没了天渊做乙仗 怎么就这般威力 微微地见修 青牛讥讽道 你没事吧 轻尽一剑救下了天血心 叶辰身形 也是几经摇晃 扶起了家人 好像等不到了 叶辰支撑自己身体站立 望着眼前的青牛 及其身后的无数修者 还有那端坐于车年内的 落家至尊 轻看一声 眼下已至强弩之末 随便一人都能抹杀自己 已经回天乏术了 几个月前 是你杀了落盗 就在此时 车年内一道声音传出 行径不闻喜怒 事又如何 叶辰听闻落到二字 淡淡道 却是只见车年之内 一掌再次探出 五指坐拳 轰击在了他的丹田之上 陈碑的守护瞬间散开 叶辰的身形 宛若炮丹般射出 重重砸在地上 突然叶辰感受到了什么 五道轮回图 似乎在闪烁着光芒 仿佛随时准备一战 他倒是忘了五道轮回图 很久没有动用了 对于五道轮回图 叶辰也有诸多疑惑 不过他并未打算 动用五道轮回图 而是沟通轮回目的的 紫环大帝 助我一臂之力 然而紫环大帝 却回复道 你姑且试试 五道轮回图的力量 叶辰一阵不再废话 大声道 五道轮回图 开 五道轮回图的世界 倒映九天之上 一副归立的景象横生 两个世界 立处大地的满目窗移 虚空之中的 五道轮回图世界 映照苍穹 取代了原本的蓝天白云 在那破败之中 一道光芒要事 在那天际的异端 半杆残破的惊奇 缓缓自虚空深处 垂落而下 将时空都是漆开 装神弄鬼 轻牛健壮压下了心底的不安 嚎笑着踩着金色祥云 扶摇而上 要踏碎一切 轻飘飘的鲜红色惊奇 旗面上还有血字 破了数个大小不一的洞 随风摇曳 盖在了青牛身躯之上 撕心裂肺的吼声传出 青牛似乎 承受了极为恐怖的威压 血气之力 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褪去 风起 青牛冲销而战 风尽 枯骨散落大地 怎么可能 不可一世的青牛大人 竟然这般就陨落了 无数人见状皆是战力 吸收了青牛的血气之力 惊其颜色 更甚血色 咽得令人发慌 一阵清风吹拂 齐面徐徐开展 在那之上 一双眸子缓缓睁开 透亮的眸光 于九天之上垂下 宛若创世的神芒 环顾苍生 最终定格在夜尘身上 这时 夜尘一股熟悉的感觉 涌上心头 突然 灵儿虚弱的声音响起 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夜尘 这不光是五道轮回徒的力量 这其中还蕴含着 灵儿的智强一击 闻言 夜尘赶忙挣扎起身 剧痛传遍全身上下的 每寸肌肤 八卦天丹术也没有用了 他还是亮枪战力 为何这个眼神这般熟悉 灵儿 是你的手段吗 夜尘忙问道 九天之上的旌旗 已经缓缓滑落 无数舞者听闻至尊令出手 却是纷纷被反噬之力振爆 血肉漫天纷飞 毫不慎人 快 持旗而战 灵儿虚弱的声音响起 并再次叮嘱道 那秦宁的力量有限 能拖拖求我不清楚 但愿为你开一些生机 尊纳之后便是陷入了沉寂 惊奇烈烈作响 欲将整座天地压下 身为落家至尊 这一刻再也坐不住了 一掌再次探出 棋杆散发着洪荒气息 似乎感受到了外敌 连动呼啸而起 卷起归拢了先前被击碎的天地意志 无数神采打造的车年 在这一刻崩碎成泡影 旗内的人影竟只闪身而出 夜沉一瞥之下 了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